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虾脑醇厚 虾籽咸鲜 三虾面应食上桌 三虾面 它叫三虾 就是虾仁 虾脑 虾籽 三个东西夹在一起 就连享用它 在张龙生看来都满是学问 你会吃这个吗 你会吃这个 哎呦 妈的你 你别让我们看一会不给我们吃 看完就吃 看完就吃 你看它每个面条上裹的都是那个虾子 就特别香 这点好贵吧 你说一个是季节 还有人工 可以 看着直骨脚拿下吃了 真的 走吧 赶紧走吧 真的可以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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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王师傅好 王师傅 我跟你说啊 就以前咱们看片的时候都在那边聊半天 今天是片子刚结束 这俩摩拳擦掌就来了 说等着要吃那个三下面 今天咱们真是能吃着 跟咱们主节目一模一样的三下面是吗 努力 努力 王师傅特厉害 他华阳菜的高手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虾子 咱们今天背的有多的吗 我们都想打包 看着特别香 够应该是 那还有一道创意菜咱们吃什么呀 今天创意菜是虾子 遭溜 胶白 哎呦 就都是时令的 对 刚才我们在那边还聊一个事 说这个三下面 因为看着特别费工 会不会很贵呀 大概多少钱一瓦的 大概应该在98一瓦 我这个要是跟功夫比起来 它是超值的还是 是 可以 手工不要什么 然后咱们今天桌上赚的这些钱菜 全是可以吃的 你们挑一挑 尝一尝 那您先冻块吧 我要拿我就拿一个贵的 好 直接就一盘就拿走 这儿还有呢 那我也直接拿一个这个鱼籽吧 我拿的这个是乌鱼籽 还分这么细 这是煎的是吗 说实话 火烤的 咬就第一个口感 有点像那个我们东北那个咸鸭蛋蛋黄 嗯 我也有 但是越吃这鱼籽味出来了 我觉得吃乌鱼籽得配点酒 咱们碰一下 它那个干香跟酒百搭呀 欢迎大家来实验室做客 今天吃好喝好 咱们有王大厨不过说话 好 美味呀 哎呀 其实这个鱼籽吃到后期 就我现在嘴里这个口感 就已经在我嘴里面爆炸开 它那个干香时间特别久 它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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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来 对 虽然不刺激 但是特别的悠长 很美妙 这个要试一下 这不就炒鸡蛋吗 你尝尝 你吃完我再告诉你 乌鱼籽啊 是淡味吗 是淡味 还有别的吗 没吃出来啥味儿了 你表情好像内有乾坤的样子 我这个超厉害 但是我没有吃出来它原本的那个味道 是导演组怕大家不好接受 稍微做了个调整 好呀 你吃出来里面是什么 不是 给我多少我再咽一下 你现在咽了我再跟你说 那你能怎么办 我看你说我赶紧吃上去 是 酸蚂蚁卵 哇 是啥 蚂蚁是吧 蚂蚁卵 就是这个黑色的呀 但是它是放在鸡蛋里了吗 它有很多种吃法 这种吃法也是第一次 可能估计如果它是单纯的 像正片一样那样出来 大家就不怎么敢碰了 我现在也就不敢碰了 你说之后我就不怎么敢碰了 我这一大口全吃了 这个以前要在商朝的时候是上贡的 黄氏贡品 而且 黄氏贡品 你看看 你这个 它黄氏贡品 我看到蚂蚁 你现在觉得好吃了 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要专门去养它是吗 不是不是 这个是因为季节限定 只有在清明前后那一段时间 而且是云南西双版纳 就是酸蚂蚁它住潮 住在海拔很低的水边上 那些大榕树里面 然后那块时间就采集 然后等到清明节 破水节过了之后 开始下雨了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季节高定 差不多也就一年能吃到个两三个月 这样的时间 艳客佳品 原来北京斗区圈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作弊的方式 就是提前给虫子喂蚂蚁卵 然后它都会变得特别强 这个蚂蚁卵里面有什么功效吗 可能蛋白质比较高 或者说它里面能让自己的虫子兴奋起来 经常互相吃 你说完以后我觉得我这个 精神反复 对 就是一股力量 老北京过去斗虫子的时候 说对方突然一样反卖为胜 说你是不是作弊 你给它喂蚂蚁卵了 就跟动物节的兴奋剂一样 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动物卵子 以前我是不怎么吃鱼子这类东西 我们家在昆明 就好像是到了北方之后 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才第一次吃到鱼子 实话第一次感觉不喜欢 就是像鸡皮疙瘩 因为你是心理上的这个排斥 导致你感觉的胃口味道上的这个不接受 像我小时候 因为我是海边的 大连嘛 大连可能有 小时候因为炖 像比如我们东北就是比较简单粗暴 炖鱼 不是鱼 就是海鱼 然后经常里面会有整块的那个鱼子 然后一般呢 像我妈妈就会好像给分成几块 因为觉得是一个补物品 然后呢 说这是爸爸的 这是我的 什么什么都要分成 就是大家好东西一定要分着吃 不能吃别人独享 但是我觉得还好玩的是 他们还会讨论 有时候会唠叨几句 这个给小孩吃好不好 因为怕好像就是促进你早熟啊 还会讨论几句 所以现在我给孩子吃也是 每次给他说 先说有营养 后来想现在吃好不好 就是也是 也是这种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 但是那时候都是熟的 我也是到了北京之后 开始吃这种 包括去日本 开始生育词 但是对我来说 接受很自然 我发现好像北方对于季节感 是要比南方明确的 一看说今天是个什么节气 我们要吃一个什么饺子吧 我有很长的时间认为 只要是北京的节气 就一定要吃饺子 或者是一定吃面条 就这两种 没有了好像 我们是立东的时候一定要吃饺子 立东吃饺子 冬至也是吃饺子 对 然后还有过年 过年吃饺子 过年吃饺子 你看我就说北方人吃饺子 对吃饺子 结婚也要吃饺子 过生日也要吃饺子 过生日也吃饺子 对 对 要讲起北方人和南方人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北方人 实在是觉得南方人太幸福了 你们对这个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你一年四季 你都会吃到这个蔬菜 像北方人 像我小时候 就觉得一到冬天 就是那几样 就是白菜呀 什么萝卜呀 还有土豆 还得到按时搬那个白菜 酸菜 对对 鸡鸡菜嘛 对 所以提到那个石令的蔬菜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你东北人我不知道你吃那个 你对黄花菜是什么印象 黄花菜我知道 我就一直以为黄花菜就是一个干菜 然后我都夺大了去云南 就是去昆明 去一个特别小的馆子 然后说一个黄花菜汤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原本的黄花菜应该是这样的 真的是开着黄花的菜 因为我们见到的都是干的 因为北方没有嘛 然后那个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小馆子 但是那个黄花菜把我吃了 我现在都觉得一想起来 念念不忘 然后一年前吧 看我们家附近超市 一次我就真的是惊喜 有那个鲜黄花菜 我赶紧买了 然后但是就做不出那个味道 但是呢我就更不幸的是 北方人还是不怎么认它 不会做 然后我就觉得在我们那个超市 可能卖了不到两个星期 再见不着了 就说明北方人还是不太习惯去做它 北京的季节限定 有什么特别明确的 到哪要吃什么 这说 其实现在好很多 但过去特别惨 过去就是 假设你是一帝国的君主 突然想吃荔枝了 然后就是敌人就把这个荔枝 从南方运到北方 就是成本特高一事 说当时无论想进各种办法 那荔枝都会烂在路上 怎么办呢 所以我直接就把那荔枝树刨出来 然后种一缸里 连树带那缸一起送进北京 然后说那个能吃上点水果 就惨到这份上 那一般百姓根本没机会 那那会儿杨贵妃吃到的荔枝是连树带过来的吗 至少在清代的时候是有把树刨出来 种钢荔枝直接往北方运的 唐朝的时候 我就分情况 因为唐 你看咱们虽然分这个节气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中国就大尺度来说 它的这个气候变化还很大的 冷的时候特别冷 明朝末年的时候 海南岛下雪 连下三天雪 那热的时候 这可能河南是一片亚热带雨林 到处跑大象 它冷热之间差距都大到这份上 唐朝还算暖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荔枝来说 它可能扩散的更往北一些 但也分情况 那二十四节气算是对节气的一个归笼吗 它一般是指导农业生产 但是你这个立法定了 可是最后气候变了 你会发现节气跟这个 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 比如说有的这个植物 它这个清明前后就能开花 但特冷的时候就得往后推迟很久 这个务后学的线索一般就是 看这个古代文献记载 假如说南北朝的时候 说这个清明的时候 这山桃花怎么还不开花 说明当时比较冷 就这些线索 我可以用来分析古代气候 但是我觉得二十四节气这件事情 还是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是有关系的 对是 因为农耕 至少得你从新世纪事弹开始 一直到今年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 你今年过完来 你还得想明年的事 但是相对来说 农业生产还比较稳定 所以你可以做那种长远的规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 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数千年的农业生产 它确实影响了人的性能 但是我觉得像二十四节气到现在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 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 你说现在这个农作物或者农民 它多大程度上还是根据这个节气来 它去播种 它去收割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 是保留在我们这种 就像一个民族认同里面的 它这种文化上面的一种 一种DNA那种感觉 我印象特别深 比如小时候 想在院子里种个什么东西 哪天小孩 那时候心血来潮 我想种个花 然后我妈就随口说了一句 说过了忙 忙种还是忙种 不可忙种 我就记到现在 我就过了那天 你再种 它就是发不了芽了 现在可能大家念什么今天 什么立春了 立夏了 你该吃点什么 其实也并不一定是说 这个东西只是在这天吃好吃 而是说 这就是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这种 文化里面的这种记忆 所以我倒觉得从这个意义上 还愿意让孩子多知道知道这些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更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而不是说它真的还严格按照这个 我去什么求收啊 去耕种啊 是这个意义上已经超越了 其实我就是讲实话 我觉得因为我家那边没有海 然后而且冬天特别长 我们小时候能吃到的东西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少 你就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芒果 然后非常爱吃草莓 我是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 我们东北当地特产的水果 可能就是苹果 对 然后要不然夏天就吃西瓜 对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吃热带水果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冬天几乎 能买到就也是非常贵 而且也是量很小 几乎水果店里一有 就被人家早早就已经订购完了 然后所以 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愿望 就留到了长大 就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 我就想 哇那个城市太好了 终于来到南方了 对 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凭我自己的努力 我要在这里生 吃别的水果是吧 小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最好吃的水果 冬天最好吃的水果是冻秋梨 你知道啥叫冻秋梨吗 不知道 就是把鸭梨放到雪 雪地里冻上 给它冻硬了 然后它会变成黑色 然后你回去以后 你给它化掉以后 它那个里面的水 是和你吃的新鲜的那个梨 是不一样的口感 就我们已经 换方法 只能在这上面 是不是像一个雪梨冰霜 差不多 这也挺美好的 然后你可以就是说 它冻上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切开吃 就像那种雪糕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给它化 说得我牙都疼 小时候了 冻柿子知道吗 现在好像柿子 也不光是秋天能吃到了 我在大董师傅那的时候 有一次春季评检会 还是夏季评检会 它最后上了一道甜点 它就把那个柿子中间 那小舌头 放在了最上面 说的就是 它把去年收下来的那个柿子 一直在做一个冷冻 然后当你到夏天 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 哇 现场的人 绝对是一种惊喜 就是对季节的这种掌控 就是驯化季节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智能技术出现以后吧 因为智能技术出现 至少你能保证食材 可以保存到你需要它 需要它的时候 对 但是是这样 智冷 它在过去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 极其奢侈 你看像那个 我们这种活泼地下层 就有一个春秋末期冰箱 但是它所谓的冰箱 它自己不能智冷 它都得是这个冬天的时候 让工匠去山顶 或者那个湖里 走那大冰砖 然后放在那个地下冰窖中储藏 那时候冰奢侈到什么程度 假如说到该开窖的时间了 它只能开一次窖 所以 它画是吗 对 一开之后 它这个冰的品质就下了 所以你都得先提前登记 说我要多少多少块冰 然后呢 开窖了以后 就直接按了一个票给你 冰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你说讲那个冰窖 我也是特别有感受 就是那个故宫 故宫有一个现在比较网红的一个餐厅和咖啡店 说原来就是在故宫里做藏兵用的 那个一个地下室 一看一往下面走面 阴森森的 就是说以前是在故宫里面藏兵用的 然后现在因为也没有多大用处了 就开成了一个餐厅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那里面喝咖啡聊聊天 还说你看我们比以前皇帝过得好 那以前皇帝哪能像我们这样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其实我说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信啊 就是今天中国一线城市的一个 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 这日子过得比清末的帝王 要过得其实好很多 你看就拿这个制冷这事来说 过去还老话有简 他未必绝对如此 老话有简 说冰这个 这次他读音就特别忌讳 尤其在清末的时候 说我们家里藏兵 好像是听着像兵器的那个兵 感觉好像你怎么着 你家里藏兵啊 这那的只有这个富贵人家 好像能享受在夏天能享受这种清凉 那时候冰坑都得凿得特别大才行 一般人家里拉不动 他为什么凿得大 因为他越大 他那个 不容易化 对他那个表面 你相对于体系来说 他的比例更大 他不容易化 可是就是因为大一般人也拉不了 拉回家里也没地藏 所以我发现那时候 你夏天想凉快凉快 都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讲驯化这件事情 他们讲的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有了冷藏技术 你可能能吃到不一样的 这个季节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反季节作物 这件事确实是一个大发展 比如说他才一开始是驯化了小气候 就比如我们有了一个地块 然后我在上面搞上大棚 我在里边加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进步 就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吃饭的问题 对 大棚作物 对 它是真正的 它不在那个季节里生长 我们用人为的人工的这种干预 比如说假设一些条件 然后让它在这个季节生长 我觉得还是要赞美 这些高科技的 这些参与者 我觉得驯化它是一个相对反法的概念 就是你不仅要让这个物种为你服务 最重要的是你还能控制它的繁育 这样你才能对它的性状进行筛选 就好像原来人类特别狂 说你看我们这个驯化这么多东西 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我们不能驯化 其实不是 能驯化的都差不多 不能驯化各有不能驯化的理由 你看像那个 中东地区很多特别有钱的人 他们喜欢养猎豹当虫 出去架着拎着猎豹 好像特别威武 其实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驯服了猎豹 它没法驯化猎豹 因为猎豹它特别害羞 见到你不会坐下握手是吧 不是 它害羞就是它不喜欢当着人类的面交配 在人工环境中没法对它进行繁殖 没法繁殖的话就没法育种 没法育种的话 你就性状就难以得到筛选 你看像今天我们饭桌上这么多东西 都是控制育种 成千上万年控制育种之后 带来的性状 但是猎豹走不到这一点 它不好意思 所以我发现它没法驯化 脸皮还挺薄的 当你真的想让一个物种 沉浮于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事特别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些物种 他们不被信用 有些物种觉得好像跟人类混挺好 我们还能有点好处 那行跟你们混吧 但大部分物种都觉得无所谓 干嘛要跟你一起生活 就好像那种感觉就好像猫似的 家猫严格来说 他也并不认同你是他主人 他只是允许你跟他生活 人和人之间还都没有完全被驯化 说到这个驯化这个话题 其实我那天第一个反应过来是什么 你比如说看这个最近比较红的 这个人类简史吧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个观点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谈话 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夸季节吃这个了 你要反过来想从大自然的角度讲 他提出的一个看法 其实是我们被植物给驯化了 那你比如说因为我们人类以前 这么漫长的进化 当我们两秒钟就说完了 实际上呢你可能人类这个进化过程中 几百万年你都是过一种采集社会嘛 哪有果子你去摘一点 它没有固定下来在一个地方居住 然后去什么等待什么农耕 那么后来比如说偶然发现了这个麦子 哎发现哎怎么怎么他收成了 那么这个人呢制人他就慢慢的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 然后呢住下来之后他其实是讲是把人给驯化了 因为人以前都是我们说一半兽一样 你满世界的跑去找找这个现成的东西吧 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我们驯化了动植物或者驯化了自然 实际上我们也被他们驯化 那他就讲其实这个驯化之后呢也改变了人 他就说你比如说你要弯腰劳作 以前那个那个制人或者什么 他都是要要去追寻猎物的 他是要跑的 他就直立状态 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的现在的行为都是被 被麦子给改变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还觉得你看我们就中你 什么一年几几几几 一年三几四几 其实反过来我们是也被他驯化了 对您说这个我就再拉开一点啊 咱们说就其实人是一个社会化动物 其实我们自己在生活的环境里面 你怎么样都会被身边的这个人或者事情来影响 也存在一种循环 尤其是我觉得像是偶像这件事情啊 因为你知道韩国的那些剧啊 编剧不是都是编 90%编剧是女的 所以特别知道女观众想要什么 而且他们是一边编一边写 之前继承者说的时候 就说那个男二观众老反应 说他露额头太凶了 不好看 过了几季他出现了刘海 就是真的不是由他本人能够决定的 我就觉得炫化这件事情反过来 尤其到现在 我们好像整个审美 就是从原来的说 欣赏女团欣赏女孩 女色审美 我觉得是一个转向 李静老师有没有感觉 男色时代到了 对 我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现在因为家里小男生马上就要长成大男生 我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 我也跟我孩子探讨 他因为马上就13岁了嘛 在这个时代的孩子呢 他并不一定是真的去追这个潮流 而是说他要寻求一个社会认同感 所以呢 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认同 比如说这种价值观或这种审美 而是觉得 他知道这个人名 他知道这个人唱了什么 他比较酷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然你作为家长或作为教育 还是要有一个警惕 就是说不要让 不要他让变成一个单一的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变成一个单一的 他一个多元化的你就好 你说因为孩子他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受影响比较多 像成人他可能三观都已经固定了 但是我们也逃不掉 就是一直 我就觉得这个影响 那就说偶像跟粉丝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也是有变化的 当然 以前我真的觉得 粉丝好像很难影响到他自己的偶像 现在有很多艺人就是说 他把粉丝的话看得太重了 他要百分之一百去顺服 还有服从粉丝的要求 他觉得如果说我要是不达到粉丝的这个要求的话 这个期待值的话 他就会觉得我马上会掉粉了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那确实也是挺现实的呀 但是像我是一个原创歌手 我是一个就是自己写歌的人 我的歌写完了以后 肯定有人喜欢和不喜欢 但是我是 其实我是更愿意去听到一些不喜欢的人 给我的一些意见 但是采纳和不采纳就在于我了 我不可能说我完全百分之一百就听你的 说你这歌旋律写的不好听 那旋律就是我的武器呀 有的人可能说 你歌词写的不够好 那我好 我多看书 或者是说 我下次我找一个写歌词写的比较好的人 我们进行合作 去提升我的作品 很多观众者给出的要求甚至完全相反 就是假如你可能你做一视频二十分钟 然后很多人说二十分钟太短了 不够看你下回做长点 但是其实很多人一看二十多分钟 他根本就不会看 他甚至都不会提出反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如果你仅仅关注别人给你的 给你的留言的话 你会让你进入一种误区 你也总是那些关注的人给你的留言 但是那些不关注你甚至讨厌你人都哪懒得拿正眼看 你说是这么说 但是你的那个视频第一期和第二期 你书柜明显整理过了呀 对呀 第一期出来的时候 那个书柜上面就是除了这样摆的 除了这样摆的上面还搭了好多层 然后到了第二集出来的时候就是很整齐 然后以至于我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很长时间我都看 那本被挡住了 你闪开一下 我看看是什么 还是会在意这些的 因为就是人总是得在反馈之中 才能承认 对 我觉得我想这个事情 我看这个事情的角度 可能跟他们俩不一样 因为他们俩都是比较直接参与的 是属于在这个荧光灯下 就是有粉丝的 可能我是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呢 更多的是一种 就是对这种现象 或者是一种警惕 或者是一种保持一点距离 就是注意到不要被这些什么粉丝啊 或这些的控制到自己 或者现在用的词叫驯化到自己 我觉得有必要去提醒大家 不要被控制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偶像 其实这种成长性比原来的压力要大 因为大家喜欢的变化太多了 选择太多了 我觉得就 我从来没有想说担忧这件事 现在红可能说以后要不红怎么办 只要你有不断的努力 你每天都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总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的 对就是我觉得坚持要比努力更可怕吧 之前也放弃过几年去做了餐饮 做生意 然后第二次重新选择做梦想的时候 其实我也沉淀了好几年 就在家里面 就完全脱离这个圈子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是谁的时候 其实我也那个时候也很难受 但是你要耐得住寂寞嘛 男人 然后就开始写歌 开始接触创作 然后等我真正的沉浸这几年以后 我就觉得还是 现在可能忙起来了 现在可能有更多人认识到我了 但是我还是要不断的去找回我之前的那个我 就是还是要坚持去做 三千面好了 正好 面得了 面得了 吃面了 好了 好了 就等这口了 我这个面看着你 哎呀 真好 我从那边端过来一路就是那个虾的鲜味啊 我吃这个我就是觉得南方人真精致 我们北方人就一个大虾就吃 摸上去了 王大厨师 因为那边本身季节好 加上比较富裕 所以才对节气吃什么东西特别讲究什么 对 他那边讲究不时不时 当节当令是吧 其实这个虾子呢正好是这个 那个初夏的时候 焦白也初夏的时候 这两个季节正好用北方和南方共同的一个遭溜的手法 来呈现这道菜 而且用的这个小青豌豆 一看就这季节特水凉 这个面赶快要一定趁热吃 对 好像说也就能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真的 而且在苏州因为特别有名 好多上海人开车去苏州吃 对 一到这个季节排队 几个面包 好 大家趁热 谢谢 好嘞 刚才王师傅说一碗面98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98块钱就能吃到人家大事物一生的胸伟 多质 免去了你去苏州的机票 对 太舍舍了 一口一怪 所以这黄色的是老吗 虾脑吗 虾脑 嗯 是吧王师傅 黄色的那个 虾脑 对 稍微拌一下 拌面跟虾子拌在一起 佳朗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今天早饭吃的是个面 跟这个没法比 我吃那个是日式拉面 南方并且咱们有碱面做的 碱面跟如果普通面比起来 碱面滑 滑爽 好香 哎呀 美好 所以这个面也要特别的讲究 看我会会吃 你看我 嗯 这一口 连汤带面带虾仁 嗯 这胶摆真好吃 特别鲜点 嗯 何老师是北京人是吗 是北京人 嗯 所以你们也没有这种 吃这种虾的吃法 没有这么精致的吃法 嗯 我觉得虽然咱们现在能 驯化季节 吃到一年四季的东西 但我特别喜欢季节限定 嗯 就是当你能吃到满汉全席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满汉全席特别厉害 嗯 对 你就喜欢那种季节solo 求而不得 对 你到这季节 你就应该吃 有个念想是吧 你像我老 感谢风味美食联盟 将心营造啤酒 美地清静新厨房 无极花骨法花生油 凯迪拉克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极光TV 腾讯游视 腾讯看点 爱玩游戏 一起来捉腰 天牙明月刀 腾讯新闻 抽空空间 搜狗搜索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微博纪录片 感谢快手 快手美食 知乎 哔哩哔哩弹幕网 小红书 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使用微信搜一搜 风味人间2 发现更多精彩 风味人间第二季 同名书即将上市 附赠16道财富 将记录片美食 搬回家 王师傅 你别忘了 给我们那沙子打包啊